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 終於來到宜蘭了 但是怎麼雨這麼大啦 大家好 我是偷刀 我今天來到來來釣蝦場這裡齁 今天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因為班傑蝦季終於開始了啊各位 然後稍後看老蟹他已經有來這邊釣過 然後他的釣況感覺也算是不錯啦 因為我是覺得班傑蝦他這個釣法 對我來說還蠻困難的耶 雖然班傑蝦有人是用爆爆蝦的釣法 然後也有人是給他玩硬刷的方式 但是說人起來蝦就是好蝦 那等一下我們一起進去釣場準備釣竹 然後順便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今天會用什麼釣竹吧 我剛剛已經把我釣竹準備好了齁 今天我是用四指竿 然後配四指半的線 然後這次我的釣線是使用尼龍線 搭配傳統插座 這種宜蘭海蝦池釣竹啊 通常都是讓鉤子直接沉底 然後在水面上就留幾目的墓印而已 通常新手是建議說留四目左右 可是你越玩越有經驗了 可以留到剩下兩目甚至一目都可以啊 不過今天是11月21號禮拜六啊 現在晚上六點多 那班傑蝦屎竟然坐到快要滿時了耶 那等一下我們等到我座位再去開單坐掉吧 OK啦各位你們都看到了 這邊蝦屎坐滿滿滿的 然後剛剛好不容易等到這個位置 那我們現在來量個水深 量個水深就去開單吧 好了各位我已經開好班傑蝦池囉 他這邊班傑蝦池收費是一個小時四百五 兩個小時八百五 我們今天就掉兩個小時就好了 因為這個價格 對我們已經紅字的頻道 不過今天為各位很體驗起來好不好 不過今天為各位很體驗起來好不好 好孩子我先放你下去了 好了孩子我先放你下去了 剛剛沒有看到嗎 那個浮標訊號 跑得非常快就要開牆了 這是個還蠻好玩的玩法呢 哇 這隻蝦好兇喔 他剛剛直接幫我浮標拖走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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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們有注意到嗎 剛剛這隻蝦子吃耳訊號是說 他一吃耳 這個浮標沉下去都不動欸 今天的釣況跟我往常釣草蝦感覺不太像欸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天氣受到影響呢 你們覺得呢 這次來釣蝦 我們什麼都準備好了 可是誰知道 蝦子竟然變得不咬啦 怎麼會這樣 奇怪怎麼會這樣啊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剛好釣了一個小時了 那還是我們今天就釣一個小時就好了 我們準備去收單吧 OK啦各位 我們釣完一個小時 450元班傑蝦子 那我們來算一下今天的成績吧 來吧 還一隻 我們來算一下支數吧 一 二 三 二十 我是覺得說今天這個釣況 比我第一次來來來釣蝦場 釣斑傑蝦好很多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我第一次來來來這邊釣斑傑蝦的影片呢 那我們用台經測來量一下今天有多重嗎 那應該就是五兩了啦 好啦 那等一下我們就把這些蝦子料理料理吧 各位阿 是說剛剛有觀眾他請了我一份炒麵阿 所以我就想說今天我們來吃一點不一樣的蝦料理好了 我剛剛點了紫包羊阿 然後今天蝦子我是本來要用烤的阿 可是後來有這個紫包羊的話 我們就會來煮紫包羊明蝦了 哇 這個藥扇的味道好香喔 雖然說他裡面的羊肉感覺沒有到那麼好吃阿 但是他的湯頭滿滿要善香 煮出來的羊肉我好喜歡喔 哇 他湯頭裡煮的白菜整體你喝下去又香又回甘 他這個汪湯250元阿 然後他搭配他現場的爐火用炭果這樣子加熱 值得 然後他現在湯已經滾了啦 那我們就把明蝦就是我們番茄蝦丟下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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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現在湯已經滾了啦 好 好香喔 好香喔 然後我們配著炒麵吃吧 這個炒麵也是放到乾掉了你看 但是說好吃炒麵再乾都好吃阿 這次來來來釣蝦場的炒麵味道也是跟上次一樣阿 只是沒有想到說羊肉湯還有羊肉炒麵 這個體驗好棒喔 因為我非常喜歡吃會燒的羊肉喔 不過今天來釣蝦場的番茄蝦底型 好像也都沒有很大了 之前我去查過原因阿 是因為這種番茄蝦用羊的話 他體型沒有辦法像野生明蝦這麼大了 喔 用湯去煮出來的番茄蝦就是如此的鮮嫩 因為我本來想說不用炭火烤蝦就好了 可是你知道嗎 蝦子它越小隻你越容易烤到脫水粘殼 可是用湯煮的話完全不會有這種問題 各位可以試試看阿 還是說你們來釣蝦場有什麼不同的料理方式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讓我知道 我會去回覆你的 我剛剛還有拿芥末醬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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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蝦子去沾一點芥末可以提出海鮮的鮮味了 這次我們沾多一點芥末吃吃看吧 我吃醬油已經不吃進去 是吃醬油 做到尾巴裡 這次就是大煙 炒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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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來這邊釣蝦外面是陰雨綿綿甚至是超大鮑魚 只是沒有想到說今天這個天氣竟然會影響到斑傑蝦的搖礦 然後今天這樣子把一個小時釣蝦費用400元節省下來 來吃一頓還不錯的料理 我覺得這樣也是不錯的休閒 因為釣蝦就是一個娛樂而已 那等一下我會把這鍋湯吃完了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那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